下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十五章 控制文件和日制文件 控制文件和日制文件是Oleto数据库当中存储信息的重要文件 控制文件主要是用来存储数据库的名字、数据文件的位置等信息 日制文件主要是用来存放数据库中数据变化的操作 那么在本章当中我们将学习以下几部分内容 控制文件与日制文件 初时控制文件 控制文件的多入复用 以及如何创建控制文件 最后我们讲解一下日制文件的管理 那么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控制文件和日制文件 那么控制文件和日制文件可以说是数据库当中两个主要的文件 没有控制文件 数据库就无法启动 那么没有日制文件 数据库的信息就无法完全恢复 那么什么是控制文件呢 那实际上控制文件就是数据库当中的一个二进制文件 它主要用来记录数据库的名字 数据库的数据文件 存放的位置等信息 因此呢 有人也把控制文件比就我们数据库的一个心账 那么心账如果丢失了或者损坏了 数据库就不复存在了 对于控制文件来说 保护是至关重要的 每个数据库呢都存在控制文件 但是一个控制文件只属于一个数据库 这就像每个人都有身份证一样 但是一个人一个身份证它只属于一个人 控制文件在创建数据库的时候就会被自动创建 当数据库的信息发生改变时 控制文件也会随之改变的 控制文件不能自己动手来修改 只能由Oracle数据库本身自己来修改 控制文件呢 在数据库启动和关闭时是都要使用的 那么如果没有控制文件了 你这个数据库也就无法工作了 那么究竟我们数据库的控制文件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从数据置点当中查看到控制文件的信息 那么查看数据置点呢 是哪一个数据置点呢 CtrlFile这个数据置点 从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是如何来描述我们控制文件的 大家直接在这个CircleBlast底下 直接打下这一行代码就可以查看到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控制文件的描述 那么什么是日志文件呢 日志文件它是在Oracle数据库当中 分为呢 重做日志文件和归档日志文件两种的 其中重做日志文件是Oracle数据库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文件 那么重做日志文件也叫ReduLogFile 那么主要呢是 记录了数据库的操作过程 那么在需要恢复数据库的时候 重做日志文件可以将日志在 从备份还原的数据库上再执行一遍 以达到数据库的最新状态 Oracle系统在运行时就有归档模式和非归档模式两种 那么在非归档模式下 所有的日志文件都写在重做日志文件里面 那么如果重做日志文件写满了 那么就会把前面的日志文件给它附带掉了 那么举一个例子呢 一共有ABC三个日志文件 那么在非归档模式下 如果A文件写满了 那么就会开始写B文件 如果B文件也满了 那么就会开始写C文件 如果三个文件都写满了 那么就会把A文件中的内容覆盖掉 重新进行写入 这是在非归档模式下 那么在归档模式下呢 如果重做日志文件全部写满之后 就把第一个重做日志文件写入 我们归档日志文件里面 再把日志写到第一个重做日志文件当中 使用归档日志的方式呢 就可以方便我们以后做恢复操作来使用 那么上面呢 我们已经说过了 如何来从数据支点当中来查看控制文件 那么日志文件是通过哪一个数据支点呢 它呢是通过logfile这个数据支点来查看的 那么也同样在我们Cycleplus里面 输入这一行代码 就可以查看到日志文件数据支点的一个描述了 接着呢我们往下看 我们来讲解一下控制文件当中的内容 那么控制文件的存放的位置和状态 都可以从我们数据支点前面我们讲过的 Cyclefile中查看到 那查看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说过 可以在Cycleplus这个里面查看 也可以在企业管理器中查看 那么我们如果只查询 我们控制文件的名字和它的状态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Cyclefile来直接查看就可以了 比如说要查询内容的时候 你就写上Stack Name代表的是我们日志文 代表的是控制文件的名字 它的状态从我们这个数据支点当中 我们再查看到 Cyclefile 那么一般呢 我们会查看到三个日志文件的 三个控制文件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也可以利用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企业管理器 在这个里面也可以查看到我们这个控制文件 那么这个控制文件 它的扩展名呢 是以.ctl为扩展名的 大家看到它呢 就要知道它就是我们数据库当中的控制文件 那么实际上每一个控制文件当中 都记录着我们数据库的名称 创建数据库的时间 数据文件的名字 以及数据库存储的位置 重做日志的名字 位置 归档日志信息 表空间信息 日志历史记录 备份信息 当前的日志序列号 以及最近检查点的信息等等 那么这些信息 都是在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自动写入到控制文件中的 而不是我们手动的来写的 比如说 在创建一个数据库的时候 控制文件中 就会自动写入数据库的名称 数据库创建的时间 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么在增加或者删除表空间的时候 表空间的信息 也会自动写入到控制文件当中 那么实际上 我们控制文件的大小 取决于创建数据库时 所提供的参数信息 因此 当添加数据库中的文件时 控制文件的大小是保持不变的 接着我们往下看 如何来更新控制文件呢 当增加 重命名 删除一个数据文件的时候 Oricor服务器进程 会立即更新控制文件 以反映数据结构的这种变化 那么每次在数据库的结构 发生变化后呢 为了防止数据丢失 都要备份一下 我们这个控制文件 按照各进程分工不同 分别把我们数据库 更改后的信息 写入到我们这个控制文件当中 日志写入进程 就是我们所说的LGWR 它呢 是负责把当前 日志序列号 记录到控制文件当中 再就是校验点进程 就这个CKPT 它呢 是负责把校验点的信息 记录到我们这个控制文件当中的 另外还有这个归档进程 它是负责把归档日志的信息 记录到控制文件当中的 通常情况下 数据库管理员会使用镜像 来管理控制文件 那么它可以把每个控制文件 分布到不同的物理磁盘上 发生灾难时 即使其中一个控制文件损坏了 数据也不会丢失 也不会使整个数据库陷于瘫痪状态 这个地方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当打开数据库时 它提示了一个问题 文件比控制文件更新 就旧的控制文件 这个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数据文件里面的控制文件序列号 比我们控制文件里面的还要高 那么这个问题的出现可能是更改控制文件的位置 所造成的 那么补救的方法呢 大家就可以用数据库当中的日制文件 重新创建一个控制文件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如何来更新控制文件 接着呢 我们下看 控制文件的多路复用 那么控制文件在数据库当中的作用 是不可比拟的 保护控制文件实际就是在保护数据库 Oracle的多路复用的特性就可以帮助数据库管理员 保护好这个控制文件 多路复用的特性可以把控制文件的副本 创建到不同的瓷板上面 即使发生了不长 那么Oracle仍然可以从其他瓷板上进行恢复 从而达到了保护数据库的一个作用 那么在这里面多路复用呢 主要讲两个 一个是使用我们NITORA多路复用来控制 复用我们这个控制文件 它就是呢 使用spfile多路复用控制文件 那么第一种方式 就是要使用我们这个NITORA 其实呢 它就是我们数据库初始化文件 它是在创建数据库的时候 就被自动创建的 不是我们手工创建的 那么如果要修改这样的一个文件 我们首先要找到它的位置 那么它在什么地方呢 它实际上这个文件就存储着我们安装Oracle 这个文件目录下的admin下滑线 orcl就是我们这个实力名下面的pfile这个里面 那么在修改这个文件之前 通过复制把我们这个控制文件拷贝到不同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修改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 那么在这个初始化这个文件当中有一个参数 叫做control files 那么这个参数呢 我们可以按照现有的control files的形式 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就是它的路径是什么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那么在修改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是 每一个控制文件之间都是通过逗号把它分割的 并且呢 每一个控制文件都是用双眼号把它阔起来的 另外在进行控制文件路径修改之前 最好呢 把我们控制文件先复制一份保存 以免数据库就无法启动了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IIT ORA这个文件里面呢 control files这个参数里面 主要是记录着我们控制文件的位置 如果你要更改我们这个控制文件的位置 那么就需要更改我们这个参数 就是control file这个参数才可以实现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使用我们这个初始化这个文件 来实现多路附用控制文件 那么第二个使用sp file来多路附用控制文件 那么使用sp file的方式呢 实现多路附用控制文件的原理 和我们修改这个初始化文件那个参数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修改方法不同而已 那么这个呢 sp file这文件呢 它只是我们需要在circleplus里面写语句 就可以完成它参数的一个修改了 那么它应该怎么改呢 这个语言应该怎么写呢 那么修改什么东西 它这个参数的值等于什么 那修改这些参数的时候呢 为它写好我们这个控制文件的路径就可以了 一个一个一个写 然后每个呢 用单言号把它隔开 后面是一个逗号 多个 这样写 之后我们加上scop 等file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当我们数据库出于打开状态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使用命令来修改我们controlfiles这个参数的 之后呢我们需要关闭数据库 也就是说当我们数据库打开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对这个文件进行操作 就是说像在里面添加这个文件 那么在关闭数据库的时候呢 数据库中任何文件都是无法再操作的了 然后我们在道士下 道士窗口下面 我们就可以复制文件到你指定的这个位置上就行了 可以用copy这个命令复制 那么也可以手工的给它复制过去 那么最后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启动数据库 实力验证一下我们这个控制文件好不好用 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在Oracle当中的控制文件不能少于两个 复制文件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都使用命令复制就可以了 接着呢往下看 创建控制文件 控制文件在数据库中的作用我们前面也就说过了 但是无论怎么保护它 它都有可能丢失或者是被损坏了 那么控制文件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我们手工自己来创建 不光是我们创建数据库的时候靠它自动来创建的 那么如何来手工创建一个控制文件呢 那么手工创建控制文件分为找到原有的数据文件和重做日志的路径 然后我们关闭数据库之后再创建新的控制文件 修改我们初始化的这个文件当中的Ctrl-False参数 之后呢我们验证一下控制文件这样几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呢 是找到原有的数据文件和重做日志文件的路径 那么通常呢我们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获取 一种方法呢是当我们控制文件没有被损害的时候 那么从控制文件当中我们可以直接找到它的路径是什么 那还有一种方法如果它已经被损坏掉了 我们完全可以从数据字典 那么这个字典呢是Data File当中 来获取数据文件的信息 从数据字典当中 Lock File就是说我们日志文件存在哪了 都是放在Lock File这个数据字典里面 我们也可以获取我们日志文件的路径 那么前面呢我们所说的两种方法 都是说我们数据库能够正常启动的情况下 那么如果数据库不能够正常启动了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在创建新的控制文件 并且使用它打开数据库之后呢 Oracle会对数据字典和控制文件的内容进行检查 如果发现数据字典包含了某个数据文件 而控制文件没有列出这些数据文件的话 Oracle数据库就会包错了 那数据库管理员就只能凭借这些信息来判断是否缺少必要的数据文件 一步一步的来查找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数据文件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是比较麻烦的了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假设我们的数据库能够正常启动 我们就可以通过datefile和logfile这两个数据字典 首先来获取我们数据文件列表和我们日志文件信息了 假设我们找到它 之后呢我们把数据库关闭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创建新的控制文件 那么在创建新的控制文件之前呢 最好也把原来的控制文件备份到其他的位置上 这样做呢 我们就创建的效果就比较明显了 此外呢 还要启动一个数据库的实例 这个数据库的实例呢 是安装数据库时自带的 那么启动数据库实例之后 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控制文件了 那么在控制文件创建的时候 就需要用到我们日志文件和数据文件的这个列表 它的位置在哪 那怎么来创建它呢 它在数据库的实例名是什么 填在这就行了 它在数据库的实例名是什么 no reset logs 是否重做日志或重命名数据库 后面还有归档状态等等 然后下面呢 你就可以写上最大日志文件的大小 log files 以及日志文件主成员 你们都可以写上 那么在最后呢 比如说log file 应该加上日志文件了 group group1 你们日志文件的路径是什么 多少个日志文件 就把它一个一个写上 一直到n groupn 之后呢 就可以写上我们这个数据文件的路径了 get file 也是有多少个就写多少个就行了 就是刚才你从我们那两个 数据置点里面查到多少个 就写多少个就ok了 接着 我们在创建控制文件的时候 如果不需要重做日志文件 和重命名数据库 那么我们就使用no reset logs 否则呢 我们就使用的是reset logs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no reset logs 否则的话我们用reset logs就可以了 另外呢 在创建控制文件的时候 也可以设置归档状态 如果设置为no active log 那么就是非归档状态 如果是actue log 那么就是归档的状态 之后呢 我们要修改我们这个初始化文件当中的 control file这个参数就行了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里就不再说了 最后呢 我们重新启动数据库 看看是否加载正确了 如果加载正确了 就说明控制文件已经创建成功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日志文件的管理 日志文件管理呢 我们主要学习以下几部分内容 一个是新建日志文件组 再就是添加日志文件组 日志文件到我们文件组里面 第三个呢 就是删除日志文件组 及日志文件 第四个呢 是查询日志文件组和日志文件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新建 日志文件组 那么创建日志文件组 是每一个数据库管理员 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能 那么日志文件组呢 能够帮助数据库管理员 管理日志文件 那创建日志文件组 可以通过企业管理器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OEM 那么也可以使用语句 CQ plus来创建 在CQ plus里面来创建 那么在企业管理器里面 创建就比较容易了 按它的提示 一步一步点下去就可以了 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就说一下 如何使用CQ plus进行创建就可以了 我们主要是记住一下它这里面的语句 在CQ plus当中创建 重做日志文件组呢 需要使用修改数据库的语句来完成 那么具体它应该这么写嘛 取改数据库的就是Auto database Auto database 然后数据库的名字 比如说创建一个 那就是增加的 add log file 主名是什么 file name 它的大小是多少 这样呢 就为我们创建了一个重做日志组 下面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要把日志文件 添加到我们文件组里面 那么日志文件组创建好了之后呢 实际上一个日志文件组 它里面呢 可以包含多个日志文件 并且至少要包含一个日志文件才可以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着重讲一下 如何使用CQ plus里面的命令来添加 那它仍然是我们修改数据库的命令 就是增加一个文件 你看一下 前面都一样的 Auto database 写用数据库的名字 add log file 这个呢 是增加的一个成员 member 再写 然后file name 到哪一个文件组里面 是这个意思 这里面的N呢 就我刚才写的这个N 它代表的是日志文件 添入的组号是哪一个 file name 它指的是什么呢 日志文件的路径 我们添加了一个日志文件的成员 叫add lock file member 就这个意思 我们就添加了这个信机 接着呢 我们往下看 删除日志文件组 及日志文件 我们看一下 如何删除呢 删除呢 删除呢 仍然使用的是我们修改数据库的一句 Auto database 数据库的名字 然后这个地方 不是add了 是jop 我们日志文件 然后它是哪一个组呢 它的主名也要写上N呢 就代表日志文件组的一个组号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删除日志文件组 那么删除日志文件呢 跟它一样的哈 只不过这地方 在log file加一个member 加上后面呢 不是主名 而是这个 你要删除的这个文件的名字 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删除一个日志文件了 那么如何查询 日志文件组 和日志文件呢 那么查询日志文件组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log这个视图当中来完成 也就是说你查询日志文件组的时候 可以使用select 比如说你要全部的看一下都有什么东西 brom v log这个视图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在这个里面查询的时候呢 group 警号 它代表的是日志文件里面的 日志文件组的一个组号 member代表的是它的一个成员数 状态呢 这里面也可以查询到 那么这些呢 就是基本的这个日志文件组的一个信息 那么查询日志文件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就是在这个数据置点log file里面就可以查看到 这地方呢 我们改成log file 那么你就可以查看到日志文件的信息了 这后面是新建日志文件组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查询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章的全部内容 那么在本章当中 我们讲述了数据库中控制文件和日志文件对数据库的重要性 那么在这里面呢 大家在真正的要使用这个控制文件 使用它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对它进行备份 之后再去对它进行创建 修改 否则的话 数据库就有可能无法启动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章的宣布内容